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凡对姑娘有什么邪念 我一定给她拼了 师太说得对 天底下没有清净的地方 铁舞参见洪大人 上车说话吧 是 大帅 李湘君找到了 在什么地方 在一家寺院里 自古以来鸿颜薄命嘛 你没吓着她吧 铁舞深知自己绑撞 她不会说话 所以我特地找了一位她的旧史去劝说 她愿意见我吗 这 一个人 再说话 她不不可 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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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春风化雨 对了 戏安排得怎么样了 自从大帅上次在兰溪受惊之后 为保万无一失 铁武这次特地安排了一下 也不要听风就是雨 有时候听戏啊 要的就是这个气氛 懂吗 不要搞得太呆板 在下明白 你先忙去吧 我一个人悠悠走来 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啊 那好 大帅保重 咱们杭州相见 洪城朝接旨 师父 师父 师父快起床快起床 不好了快起床啊师父 师父 师父 快起床啊 师父 师父 你叫魂呢你 官府来人了 贴 你也不投 这么晚来找李渔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李班主 打扰了 知府大人 请你们戏班子 即刻到知匪衙门去 不得耽误 现在 这么急啊 现在已经很晚了 能不能明天再去 不行 知府大人说了 要我马上带你们走 还有 带上你的戏班子 和这些行头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原来是找我们唱戏啊 不是盯在明天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车马就在外面等着 快点收拾东西 我在门口等你 是 李三 师父 你安排所有的人 让他们戴好戏装 还有行头 去衙门 师父 师父 发生什么事了 赶快去把衣服穿好 稍作打扮 这个知府大人 要我们去唱戏啊 不是说明天去吗 说明天去的吗 不要问了 赶紧去准备吧 快去 李三 你留下来看家 是 是 知府大人说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戏班所有人 吃在这里 住在这里 拉 也拉在这里 一直到明天晚上 唱完戏之前 谁也不许离开这半步 铁股头 你也看到了 我们十几个人 男男女女 挤在一间屋子里面 不是很方便 这话倒奇怪了 你们唱戏的人 还讲究什么 男女大方方不方便的 将就一点吧 知府大人说了 今天委屈你们一个晚上 戏精加倍 铁股头 你这不等于 把我们关在这里吗 实话告诉你 明晚请的 可是红城仇 红大帅 知府大人叫我半夜 把你们叫起来 就是怕你们这些人嘴砸 走漏了风声 到时候引来了刺客 这个责任谁担当得起啊 什么 红城仇 真的是红城仇啊 什么 你事先知道了 我 我哪会觉得 你们事先没跟我说过 是要给他唱戏啊 红城仇红大帅 是盖世英雄 给他唱戏 排举你们了 你 叔叔 才半夜 你干嘛不再多睡一会儿 睡不着啊 花着红城仇的银子 睡得不踏实啊 叔叔 你想那么多干嘛 管他是谁的意思 反正 您是为大明 为仙女办事 巧儿 叔叔 你赶紧穿好衣裳 叔叔有个要事 让你去办 什么事啊 这么急 那 这是经历司 一十二位 疏力秦杂人等的住址 找到他们 跟他们说 有要事 务必明天正午 不 今天正午 到豹普道院会合 叔叔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能找到他们吗 他们本来就是平头百姓 住在街头巷尾 按照这个找 一定能找得到 去吧 那我去找找吧 天一亮 我也找找去 看看鲤鱼躲在什么地方 地灵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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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起来了 快快快快 起来了 师父 你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嘛 赶紧起来 已经迟了 赶紧起来练功 你们从来没来过知府衙门吧 听说这边有个花园很大的 我带你们去开开眼界 前朝的时候 这里原来也是知府衙门 清兵南下 曾经炮火呀 几乎把这里 全都给毁了 但你们看看这些树木花草 每逢季节变换 依然生机勃勃 此地 的确是练功吊嗓的好地方 只可惜啊 清兵入关以后 这里仍然是官府的地方 师父 这么好的风景您就唱一段 让我们也跟着哼哼 师父你怎么不唱啊 一想到今晚我要为红尘筹唱戏 我就觉得无趣呢 也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我呢 师父以前不是说这红尘筹是个赏家 也有风雅情趣的吗 是 他的确是个赏家 但那是以前的事了 自从他带兵打仗 心中只想着杀人 这双手一旦沾满鲜血的时候 赏家的心智 赏家的情趣 这怕早就没有了 那等他听完了我们唱的戏 不就知道他还是不是什么赏家了 我正是为今天晚上的事情担心呢 今天晚上这场戏咱们不能去唱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不懂啊 这红尘筹乃是大明的叛臣 这江南老百姓更是把它视为 把它视为不供待天的仇人 要是今天晚上这场戏我们去唱了 只怕日后走在街上 会被人家吐口水扔石块 只怕从此以后 咱们就无法在江南立足了 不好 谁能想办法回去一趟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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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什么呀 我还没告诉你们去干什么呢 去哪儿啊 贴木头是这样的 我们落下了东西让他们回去取 什么东西 就是牡丹亭那个柳梦梅拿的扇子 扇子 知府大人家扇子多的是 到时候借一把不就得了吗 不行借来的不能用 不瞒您说 我们唱戏的 个个都好记性 但偶尔也会忘了词的 所以把一些紧要的词都写在扇子后面 师父 是是是是什么呀 坐下来吃饭 没看到我跟贴木头说话呢 这样啊 你不是会编什么戏文啊 传奇啊 到时候编上几句不就完了吗 你可 贴木头我看你说的都是行外话 今天晚上唱的 牡丹亭是一出鸣戏 况且看戏的人不是别人 是洪大人 洪大人乃是一个真正的赏家 是一个行家 万一看出破绽 怪得下来 这里谁担待得起 所以这把扇子必须要取的 不行不行不行 你们都已经知道洪大人今天晚上要过来看戏了 就更不能让你们出去了 哎 贴木头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 你这么说话就好像我们要干什么勾当 我跟你直说吧 唱戏唱戏唱戏拿钱我们图什么呀 我们图的是一口安生饭 至于谁点戏谁听戏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哎 您执意不让我们回去是吗 好好 您执意不让我们回去也行 万一出了什么屁楼 洪大人怪罪下来 我说是您的意思不让我们回去取 到时候责任你担啊 吃饭 李班主 李班主 这样好吧 你们戏班的人不能出去 我找我兄弟给您拿去 有道理 你就去找那个看门的李三 叫他把扇子带过来就行了 好吧 我亲自跑一趟算了 多谢贴木头 贴木头慢走啊 来了来了 哎 怎么又是你啊 我们家师傅呢 你就是李三是吧 是啊 你们班主让我来取把扇子 扇子 什么扇子 就是你们唱戏用的扇子 他说你知道 哦 我去找我去找 哎 好像带了一把啊 你说什么 带了一把 那为什么还让我来取啊 呃 那可能是忘带了 我可能忘带了 我我我就找去啊 赶紧去找我在这儿等 我马上回来 呦 你瞧在那呢 走走走走走走 哎胖子在哪啊 在前面 哦好在前面啊 走 你好啊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你好啊 好久不见了 你好啊 好久不见了 大家好啊 您来无恙 敬礼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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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啊 咱们敬礼司 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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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门的 哎呀 你喂马的 哎呀 帐房 书童 是是是是 还有你跑腿的 哎呀 哎呀 这些年 大家可好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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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相遅为生啊 想当年我也是 敬礼司的帐房 俸� Essentially 很少了 但也为大家所看得起 现如今呢 哎呀 哎呀 倒也不当伙计了 哎呀 我现在替人打精 倒也饿不死 哎呀 哎呀 租了三分田地 啊 好了 artık 對啊 哎呀 哎呀 到底還是剃了发 留了根注意吧 留发不留头 你们也是无奈啊 不过今天 大家能冒险聚到这一块 就说明大家对大明 还心存忠意的 是 是 是 吴某甚感安慰啊 我的身家都随大明而去 其实啊 只有一件未了的事情 你们也是知道的 经历大人 这我们都知道 是为了金平梅的事 可是现在最最关键的是 要填饱肚子 这饿肚子丢性命的事 叫你为难啊 是啊 经历大人 是啊 经历大人 这一会儿你们就不为难了 千二 给他们一人发一点文字 叔叔 这 放 这大明 就算拿银子的人太多 谢谢 做点分内的事情 也要拿 好了 今天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崇祯五年这十年间 本经历曾经五次上班 要求查进金平梅 今已得知 皇上在我的奏本里面 有了圣禀玉批 真的啊 是我替金历大人卷抄的 是我磨的墨 是我放的书套 是我跟着金历大人 把奏本送到京城来的官员 好像叫红成仇 不提此人 不提此人 反正啊 这奏本是呈给皇上了 金历大人 这皇上玉批都说什么呀 对啊 是呀是呀都说什么了 皇上玉批 依无相所奏 将李渔拿问帝经 毁过咀嚼 说其查进金平梅 皇上圣明 今天请大家冒险前来 这第一 是宣读皇上的圣旨 这第二呢 我们设立公堂 向李渔兴斥问罪 敬礼大人 这皇上的圣笔玉批 能否也让我们看一看啊 是啊是啊 让我们看看 让我们看一下 好 好 不过呢 今天是看不了 过几天 等老夫亲自到京城去呢 拿回玉批 让你们好好开开眼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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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就完成仙帝的遗愿了 李渔 就在前面 我们找上去 走 走 找他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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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亭 牡丹亭 该是哪一把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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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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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了来了 哎呀 哎呀 官爷 你有这么多把 究竟哪一把是啊 这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把 只有师父知道哪一把 是牡丹亭柳梦没用的 哪一把是墙头马上 行行行 你不用啰嗦了 既然你也弄不清楚哪一把是 全都拿上 让你师父自己选去 跟我走吧 是 官爷 我怎么走呀 走路你都不会啊 走 李萨尔 你认识那些人吗 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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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认识 不像是西班的了 我看也不像西班的人 走 站住 你们这些人拉帮结队的 要去哪儿啊 啊 我们是游客 陆京子弟 听说 传奇大家里的翁 既中西湖 特来拜访 道长也喜欢看那些风花雪月的戏文呢 不过要拜访李班主 改日再说吧 这话怎么说 李立翁不在家吗 我师父太 他今天被人请出去了 晚上还要唱戏呢 都给你带来了啊 扇子拿来没有 是吧 我也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把 我就都给你 就是吧 还是这样的 今天晚上我要唱牡丹亭 唱完来呢 还要唱自己的风筝物 所以必须要这把扇子 李萨尔 累了吧 还行 可乐 有点儿 喝杯茶 承计王金 这位铁捕头也累了 你们给他倒杯茶 铁捕头 快点啊 李萨 你给开这里 缩到孤山云亭 如果碰到一个姑娘就告诉她 李宇今天失约了 乃是无碍 你告诉她 洗完昨天半夜 这种智慧安静起来 走也走不出来 这些看来不得多种 其他人都走不出 是 你放心 我马上就去 你们俩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是这样的 天不头 那个 我跟李萨交代了 如果有朋友来找我的话 要好好款待 知道吗 知道了 是有朋友来找你 而且来者不善哪 刚才出门的时候 碰到一群人 他们说是要找李渔师父的 我看 他们不像是大清的顺民哪 会不会是找李班主 商量什么事来的 天不头你这么说 李渔怎么承担得起呢 能来找李渔的会是什么人呢 除了那些是戏之辈 来听戏说戏的 还能干什么呢 没有最好 接完唱戏之前 如果横生什么枝节的话 你我可都脱不了干系 李萨 你回去啊 碰到那些人呢 你就跟他们说 师父实在回不去 请他们原谅 过几天师父有空的话呢 多唱几首好戏 给您听 好吧 李萨记住了师父 来 来 洪大人不来杭州了 啊 皇上连连下了两道圣旨 所以他马上回京 所以他来不了了 那这下请不白折腾了 洪大人特地让小人 给天之府带得好 好 多谢洪大人体恤 这出戏 只有我自己看了 李班主 这牡丹亭呢就不要再唱了 太阳了 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听 不如来点俗的 听说李班主自己编的戏文 传遍了世界街坊 很多人喜欢看的 不如就唱李班主自己编的传奇吧 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可是洪大人不是喜欢听牡丹亭吗 哎呀 事不凑巧他来不了了 皇上急诏他回京城了 哦 不来也好不来也好 不过他的确是一个赏家呀 嗯 你说什么 啊 没有 呃 我是说不唱牡丹亭也好 呃 这样就可以唱一些新鲜的戏文啊 哎 不如唱一出在下的卓作 风筝目如何 哎呀随你的便吧 只要好看好听就行了 唱完了 你也早点回去 就不耽误你生意了 哎呀知府大人 您千万不要这么说 能为您唱戏 那是在下的荣幸 啊 好好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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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不好了 师父 不好了 师父 哎呀大白天的你吵什么呀 外面有十几个人闯进来了 啊 李渔 你不是强盗吧 我们不是强盗 你们是谁啊 想要想要干什么 你就是兰西的鲤鱼吧 呃在下就是鲤鱼 道章找鲤鱼有什么事呢 哼 我曾到过兰西夏里村 见过你的原配徐氏 她可是吃斋念佛 清灯黄眷 独守空房 而不是贤淑 可你呢 一个人在杭州风花雪月 弄歌唱曲 醉入花丛了呀 啊 你去兰西见过我夫人吗 哼 打打李渔 你可知罪 我知什么罪啊 李渔 这位道长是大明朝浙江布政司属下 精力无乡无大人 还不快快下跪 啊原来是无精力无大人 呃 大人找李渔到底是什么事啊 今天我是来治你的罪的 叔叔 叔叔 我已经在库房设好公堂了 嗯 公堂 把李渔带下去 走 走 干什么 干什么 师傅 师傅 怎么办 来来来来 拿上 行走 走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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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s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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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平梅一案 金平梅一案 什么意思啊 哪来 看到没有 这是本经历在崇祯十年 呈朝廷奏本的存本 查信蓝锡鲤 乃银书金平梅的作者 上风败诉 溜涂民间 多了半天 金律大人就是为这件事情来找我 还在我这设下公堂 不过说实在的 这件事情 说起来还真的算是一本传奇 一出好戏 有嘴滑舌 你还敢否认 金平梅不是你写的吗 哎呀 金律大人冤枉啊 李渔从没写过什么金平梅 胡说 从崇祯元年至十年间 杭州流传手抄本金平梅 杭州府曾经查抄过 有人指证 他的手抄本是从你出够的 我不否认 金平梅的手抄本 我的确是看过 但是 那也是在朋友那边买来的 跟谁买的 一个朋友 他已经在崇祯十五年 就已经站在绍兴了 这么说是死无对证 我看你是在说谎 哎呀 李渔具具属实 我的确是对金平梅 做了一些点评 我说的不是点评 金平梅是奇音之书 危害巨大 李渔我实话跟你说吧 崇祯帝曾在本经里的奏本里面 有过圣笔玉批 玉批约已无相所奏 命其将李渔拿回帝经 回过聚前 崇祭 查记金平梅 崇祯先帝已经把所有的心思 用在对付李自成和辽东战事 我想他不会有心思 管金平梅这种小事 大人 我看这玉批 可能有假 圣上玉批 岂能有假 岂能有假 李三二 你门也不敲 想干嘛 发生什么事了 不好了 一群人拿着圣旨 说要查办师父 事隔这么多年 这玉批有还是没有 谁又能说得清楚 有人说得清楚 谁呀 洪承筹 他承了什么 崇祯十年 在江南朝鸡粮草兵园 由我押送回金 这第五道奏本 就是我亲手交给洪承筹 专承给皇上了 哎呀 经历大人 你怎么能相信洪承筹呢 可他当时是御编大帅 朝廷大员 他承给先帝崇筹了吗 当然承不上去了 那是内阁代批呢 还是皇上亲笔 皇上御批 能不能借我一看 这御批 在京城 在洪承筹呢 不过 他也亲口对我说了 经历大人 跟洪承筹有交往 我有洪贼不顾戴天 那你为什么要相信他 我是信先帝 我为大明朝办事 我明白了 据说大人这个近视 乃是崇祯先帝 在落榜名单之中 亲点的 大人那次去应试 已经是第十八次了 你所写的文章 奈何所有主考官看了 都不喜欢 幸亏是崇祯先帝 慧眼失诛 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很感恩呢 可是大人 这 金平梅 真的不是李渔所写呀 李渔啊李渔 你三房四妾 寻花问柳 轩迎回到 常于房归 细于密室 这些官府都无法过问 可你为什么要把它写出来 毒害天下人呢 大明王 不是亡于兵备不守 也不是亡于朝政废迟 而是亡于文人不休 是风日下呀 大人此言诧异 大明王是亡在大势所需 就连先帝崇祯都无法挽回败局 大明王是亡在红尘仇 以及吴三桂这种叛臣之首 天王大明啊 你又怎么能怪罪于一本书呢 李渔 你满嘴胡言 这些人气势汹汹地围着师父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什么圣旨啊 我看他们一点都不想官府的人 肯定是冒充的 对啊 他们 他们人多势重 师父我们还要吃亏呀 我看这些人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我们去报个官府 糟了 如果他们是强盗 那师父 师父就完了 对了 我们去找那个铁捕铜 李三 你快去啊 快去啊 我在这里守着 你们快去吧 好 吴大人 吴经历 话虽如此 但是金平梅 确实不是我写的 李渔 你不要适口否认 今天我们设立公堂 权窃审案 也是为了完成先帝的一个遗愿 我等这天已经到了很久了 要不是清兵入侵 涂炭江南 我早就找你算这笔账 今天 我不关你 更不杀你 是希望你悔过认罪 然后 随我北上 到京城眉山脚下 向先皇叩头回过 以为他在天之灵啊 哎呀 吴大人哪 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 李渔只是以戏为生 而且你也换了衣服 成为了一个道长 大家来本来应该是我李渔的做上课 何必闹句一般 惹人笑话呀 什么闹句 什么笑话 我问你 认不认罪 哎呀吴大人 我的确没写过金平梅 你教我怎么认罪呢 更何况写过这书的人 也不见得有罪呀 你大胆李渔 我是奉旨查仇 哎呀 你能不能不要相信红成仇啊 李渔 快快快 我也是回过吧 天呐 来了来了 来了 在哪儿呢 就在后面的库房里呢 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你们千万别伤了我师父啊 李渔就是他了 别动 他们的官府报告 说你们这伙人假传圣旨 意图谋反 才入室抢劫 杀人灭口 那你说 我们抢谁了 杀谁了 我见过你 看你形迹可疑 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哎哎哎 天呜天呜都误会了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都是我的朋友啊 朋友 一块来了这么多朋友 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干什么 我们是在编排戏文 当然要挤在一起了 哎 五兄啊 哎 今天就排到这里 哎 你们先回去吧 等一下啊 哎 其他人可以走 这两个道士 一定要带走 怪事 我就不信 当了道士才能唱戏 为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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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 啊 好好留在这儿 跟李班主学唱戏 哎 我跟你们走 哎 五兄 五上 哎 五上 哎 天捕头 你呀 都是你 谁叫你报官的 人家外面的人不知道 还以为我李玉出卖别人呢 师父 我们也是为师父的安慰着想嘛 师父 您就别生气了 先喝杯茶吧 大不了明天 我们去向那位铁补头求情 说个好话 让他放了那两位道士 不过今天啊 就得让他们吃点苦头 谁叫他们不尊重师父的 你们不懂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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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 该吃饭了 师父不饿 你们去吃吧 师父是豁大之人 平日里都开开心心的 现在崇眉不展 我们都很担心 害怕什么 担心什么 刚才师父只不过 吹了一段曲子 情景所至 不过师父倒是担心 那个吴道长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好 师父没事了 你们回去吧 嗯 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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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关心反清复明大业的人都知道官府是从你这儿抓走吴湘的 他们可能会怀疑是你告的密 所以乡君特意来劝告 误会他们是误会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吴湘这个人是他自己找过来的 还运说金平梅是我写的 李班主 难道金平梅不是你写的吗 怎么您也这么想 我只是对此书做过点评而已 其实是李班主也罢 不是也罢 李班主的文字点评我倒是读过的 字字诸击 乡君是从心里敬佩李班主的才情 只是李班主有所不知 这个吴湘在前几年反清复明的抗争中 已经素有名声 我是担心官府衙门一旦知道了这些过去 恐怕他就是凶多吉少了 到了那个时候 李班主要平白承担出卖质士的罪名 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 如今李鱼潜心于文艺 成眠于一个戏子 哪敢去想什么反清复明高远之事 就算是吴湘 他有意嫁罪于我 我也不可能出卖他们呢 乡君是明白李班主的心思的 也相信李班主为人处事自有道理 不会出卖吴湘 更不会因为这件事 而毁了李立翁的名声 是啊 乡君姑娘说得极是 此时干系重大 李班主你不可大意 多谢姑娘提醒 明日一大早我就到知府衙门 为吴湘担保 李班主 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光明正大 这样一来 全杭州的人都知道 是你李立翁救了吴湘 多谢姑娘 那两个道士真的是你的朋友 你敢担保他们不会闹出什么乱子吗 知府大人 那位道长的确是李渔从前的文友 就只因为性情孤僻 不合俗流 所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了 但是固有之情仍然在啊 所以李渔愿意为他担保 担保 你拿什么担保 拿你的鞋班子 还是你的美女弟子 好 本府就不为难你了 知府大人 您想要什么不妨直说吗 这个嘛 那本风筝诺只唱了前面几处 本府和家眷们急着想听完 我看 带着你的戏班子 到我府上唱三个晚上的戏吧 大人是抬举李某了 李某荣幸之至 这两位道士 我们就不再审问了 你赶快带他们走吧 多谢大人 来来来 诸位请 请坐 请 吴道长 二位受委屈了 这杯酒呢 是给二位压压惊的 对不起 领导滴酒不沾 吴道长 李班主也是一番好意 你就喝了这杯酒吧 李渔啊 李渔 你也算是当今的一大才子 怎么会写出金瓶梅 这样不堪入目的文字呢 我 如今国破家亡 你却在这里风华雪月 夜夜升歌 你 这一桌酒菜啊 是为了二位压惊的 我们今天就不谈国家大事 不过我要再重新声明一次啊 那金瓶梅真的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写的 你看看你 家有贤妻 他们辛苦为你缝细妆 致行头 你却在外面 三妻四妾 又勾引多少女子在你左右 这跟西门妻有什么两样啊 哎呀 道长您误会了 李某的确只有一方一妾 至于那些年轻的女子 她们都是跟李渔学系的 她们都是出身好人家的女孩 哎呀 道长 你不可以侮辱她们的 罢了罢了罢了 你娶个三妻四妾的 那是你的自由 吴某 无意干涉 不过 有些话 我要说清楚 吴大长 你有话不妨直说 李渔我知道 你为了把我们出来 给知府送了人情 今天 郑壮士和湘君姑娘 在此有意 为你说情开脱 但是 我实话跟你说 吴某 既负先帝的重托 当然会 不遗余力地彻查 金平梅已案 不管你怎么样对我 我绝对不会迁就于你的 吴道长 这你就太固执了吧 是啊 吴道长 你应该弄明白 事情的真相 红成仇的话 你不可全信呢 是啊 我是固执 固执的不同人情 可你们知道吗 我为了查金平梅 曾向先帝上了五道奏本 既然红成仇 说他见我先帝的玉批 有平有据 我就不能不信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所以我决定去京城一趟 等我亲眼目睹了圣笔玉批 再回来找你礼玉 到时候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臣曹喜叩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曹大人起来吧 谢太后 曹大人你辛苦了 皇上 江南地方山清水秀 谈不上辛苦 皇上交代臣 筹办的江南制造局之事宜 臣已基本办妥 选址和具体人员 还请皇上明示 那好 朕命你筹建江南制造局 其用意就是要控制 江南的财富 经济 为我大清国库充盈 提供保障 自古以来 江南之地物产丰沛 乃复输之地 天下财富时有其六 以后 江南制造局责任重大 曹喜 朕不会看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